大家好,歡迎收看本期的生活調查團,我是嘉嘉 現在很多家庭都是421模式 那到底什麼是421模式呢? 就是四個老人家,一對夫妻和一個小朋友 所以就會形成小朋友成為眾星伴園的主角 每個人都要捧在手心 所以他們也是要用好的,穿好的,還要吃好的 所以有很多商家就會捉住消費者這樣的心理 將很多的食品就打上兒童標籤 隨之而來,大家可以想到 價格也會水漲船高,回了好幾倍 但是這些標有兒童標籤的食品 是不是真的適合兒童呢? 那我們今集節目就為大家去調查一下 這個是一個發生在廣州里灣的真實案例 兩歲半的小男孩一年四季嘴唇出現脫皮的現象 小男孩父母就認為 小男孩只是出現了缺乏某種維生素或者營養 於是就給小朋友補充各種營養品 但仍然見好轉,這個時候父母著急 帶著小朋友四處求醫 經過診斷,小朋友不單止嘴唇脫皮 腎臟功能都出現了異常 醫生判定小朋友是嚴分攝入過多所致的 嚴分攝取過高? 小朋友年紀小小,而且都有家長看著 為甚麼會攝入過多的嚴分呢? 嚴當中它主要含有的元素是鈉 鈉這個物質當我們人體受入過多 對於成年人來說可能會造成高血壓 心腦血管疾病等等的這些問題 那對於兒童來說 因為兒童的整個身體發育還沒有完全成形 所以攝入過多的鈉呢 對於兒童它可能造成比較大的一個腎臟負擔 當它的這個腎臟在進行運作的時候 需要耗費非常大的能量去消耗這些鈉 所以的話我們一般建議兒童的飲食當中 這個鹽的含量一定是要低才行 鹽不單止是重要的調味品 而且它還是維持人體正常生產發育的 必不可笑的一種物質來的 總而言之這個鹽是非常之重要的 但是這個鹽吃多吃少也要拿捏得當 如果說吃少了就會 炸菜伴著粥或者米糊來吃特別開胃 所以父母都很放心每天給小朋友吃 搞到現在小朋友沒有炸菜還要不習慣 按照這麼說 專門給兒童吃的東西應該不會出現問題的 究竟在哪裡出現了問題呢 我們先從源頭開始運氣 先看一下炸菜是怎麼做出來的 今天我們找到一位退休的阿姨在她家 她退休之後最喜歡做的就是葉製品 我平時在家裡比較喜歡做這些泡菜 放放口味 是啊是啊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 我認為自己做的比在外面買的還是放心一點 這個榨菜通常是有兩種方法 一種呢它是先放在外面曬乾 曬兩天曬乾水分以後呢 再放鹽醃製一下 醃製差不多一個月吧 有的呢還有一種方法就是一層菜一層鹽 然後再用一個有一點正面的石頭或者是什麼磚頭啊 壓下去 只要一個月的時間吧 你就可以了 就是兩種方法 我看上來就是兩種方法都用 望著阿姨手上面的榨菜 真的很想整碗白粥來吃光它 既然是自家製的 大人小朋友都可以放心日夜吃 那不行 這個畢竟是醃製出來的嘛 對小孩子不好 偶爾吃一下還是沒關係的 絕對 對 剛才阿姨就說 榨菜是屬於高鹽食品來的 是不可以日日都吃的 但是短片當中那個小朋友吃的 就是兒童榨菜來的 兒童榨菜標榜的就是低辣 也就是低鹽 而且營養健康的 那為什麼它都會出現鹽攝氏量過高的情況呢 近年來以兒童為主要消費對象的食品 例如兒童麵 兒童醬油 兒童餅乾 兒童榨菜等等 可以說好像雨後春春那樣 不斷湧現出市場 如果某種包裝食品推出了兒童版 你會不會幫小朋友購買呢 如果市場上這個東西都說好的話 人家都要在用 也都在買 是吧 都在吃 那感覺大多士人都在買 那我們也肯定會相信 如果是真的話我也會買 現在比較我會關注一些 就是能夠全面讓兒童 就是讓我們家寶寶 吸收各方面營養的一些產品 我看營養很好的小孩吃的那個 營養醋好一點的 健不健康的小孩吃的 對 健不健康的小孩吃的 有添加劇超標的那肯定咱不會也要的 是吧 經過一輪街坊 果然對於兒童食的食品 家長們也毫不猶豫地說會買的 並且表示即使是為了小孩 花多一點錢也是值得的 這個就是兒童食品的魅力所在 兒童食品真的有這麼受歡迎的 那我們今天就來個實地考察 我們現在就來到某間的大型超市 看看到底有沒有兒童食品在售賣 我們現在身邊就有一個豉油的專家 我們可以見到這邊就是一些普通的豉油 而在另外一邊我們是不難發現 有兒童的豉油在賣的鍋 除了兒童醬油在另外一些貨架上面 我們找到了更多兒童食品的身影 兒童麵條 兒童餅乾 甚至連礦泉水都有兒童版 經過了一番地毯式的搜索 我們發現現在出現了不少兒童版食品 而以前都是沒有的 不過我們今天重點的就是兒童榨菜 我們馬上去找一找會不會有這些榨菜 我們在調味品的貨架 就找到了榨菜的身影 在這邊我們可以見到一些普通的榨菜 而這邊也可以很容易找到一些兒童的榨菜 好像這個就是學生榨菜 這邊都有不同牌子的 其實種類都很多的 有很多不同的兒童榨菜 好像這個就直接標榜著是兒童榨菜 只不過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 他們的價錢也有很大的不同 好像這些普通榨菜 圍起來最多就是一個多人錢就有 但是這個要賣到兩元多 所以價格也是翻了一倍 從調味品的貨架可以見到 兒童榨菜的數量佔據了整個貨架 近三分之一的位置 每行貨架都有一個兒童榨菜的身影 其中一些品牌僅有兒童榨菜上架 已經完全取代了普通榨菜 另外我們之前在某知名購物網站 搜索了兒童榨菜 查詢到幾百條的訊息 銷量最大的商家一個月內 竟然是大到上百單 同樣都是榨菜 為何兒童榨菜這麼受歡迎 這些兒童榨菜和成人吃的榨菜有什麼不同 到底兒童榨菜是否真的像它標榜 這樣低鹽和營養健康呢 我們現在桌面上就放了幾包榨菜 分別是從不同地方買回來的 在我左邊的這些就是普通的榨菜 而在我右邊的這一邊就是兒童榨菜 我們可以觀察到他們的包裝是不一樣的 和牌子也是不一樣的 我們現在再來看看他們的營養成分表會是怎樣 我們首先來拿起一包的是兒童榨菜 在這個位置就寫有它的營養成分表 分別能量是有六十七千焦 蛋白質是有一克 看完兒童榨菜的營養成分表之後 我們再來對比一下一個普通榨菜 看看它的營養成分表又是怎樣的 那立眼看好像基本上數字都是相同的 從配料表上面來看 部分成人榨菜絲的配料包括 炸菜、食鹽、辣椒、芝麻油、味精、香辛料 而二同榨菜絲還增加了白砂糖和檸檬酸 阿斯巴甜等食品添加劑 此外茶漢主要營養成分表就發現 每一百克的兩種榨菜絲 所提供的能量和臘的含量完全一佔 好,那我們現在就一一來打開這些榨菜 而且倒出來看看它們會是怎樣的 打開了之後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 而同榨菜這一邊它們呈現出來的顏色 就沒有那麼深的 而且又不會覺得是很油膩的感覺 而這一邊普通榨菜就會感覺它們的顏色 是比較深一些的 而且還會有一種肥腾腾油粒粒的感覺 好,那我們現在就馬上來試一試 它們各自的味道會是怎樣的 其實我自己平時是吃得比較清淡一些的 當然現在要我胸口吃榨菜我覺得是一個挑戰 好,先來試一試這一邊二同榨菜 二同榨菜標榜是低鹽,健康又有營養 不知道吃得如何 不是說是低鹽嗎? 但我覺得還是很鹹 不同品牌的一個兒童榨菜 兩款都差不多,都是很鹹 我們再來看看這一邊普通榨菜 這個普通榨菜 口感上其實都是很鹹的 但是吃下去的話會覺得更加油一點 好,我們再來試一試另外一款的普通榨菜 嗯,很鹹 從調查完胸口吃榨菜吃得這麼憎厭 你的樣子就可以看到 這些榨菜應該是鹹到很難入口 通過剛才的一個品嘗 我們發現其實這些榨菜 無論是兒童榨菜也好 又或者是普通榨菜也好 它們有一個共通點就是都很鹹 但是這個鹹這個鹽分 就沒有辦法單單靠美國去判斷出來 所以我們稍後都會把這幾款的榨菜 送去專業的檢測機構 檢測一下當中的鹽分到底有多高 而另外,面對著市面上 這麼多林林種種的兒童榨菜 它們是不是真的好像標榜所說的 對兒童是有益的呢? 接下來我們將兩包成人榨菜和兩包兒童榨菜 帶到廣州大學化學化工學院 做一個鹽分含量的檢測 究竟這些榨菜當中的鹽分有多高呢? 我們現在就來到廣州大學生化實驗樓 在我身邊的廣州就附上我們這次做檢測的陳老師了 那陳老師我們這個實驗要怎麼做呢? 怎麼樣才知道這些榨菜當中它的鹽分有多少? 首先我們把這個榨菜呢,先磨碎 然後把它裡面的鹽分通過水溶解出來 然後我們通過低筋地把它測到最後其中這個鹽分的含量 好的,那就交給老師了 好的 榨菜這麼普通的食品被改成了兒童版之後 身價馬上上漲 那營養納含量是不是真的好像宣傳當中一樣 達到高性價比呢? 三個小時之後我們拿到檢測結果 結果顯示三包鹽和榨菜的含量量 分別是每100坑1980毫坑 每100坑2000毫坑 和每100坑1800毫坑 而三包普通榨菜的含量量分別是每100坑2300毫坑 和每100坑2100毫坑 以及每100坑2070毫坑 而榨菜的含量量居然和普通榨菜的含量量都相差無幾 那麼這些數據到底說明了什麼呢? 就是針對我們這種兒童榨菜來說 就是說一般30斤的小孩子每天使用鹽的上限量 攝入量是0.45克 多了一倍啊 0.45克 對 但是就是說在這一包榨菜裡面實際上 如果說這個小孩子每天吃一包這個榨菜 它就已經到了0.5克的鹽的攝入量 就是說一包榨菜就已經超過了每天攝入鹽的量的上限 就是說再吃這個榨菜就已經到了它每天能攝取這麼多鹽的上限了 所以這還不包括你要吃別的菜還有別的鹽的攝入渠道 成人每天攝入鹽的量是每千克體重0.08到0.12克 四個月以內的BB不建議攝入食鹽 四到十二個月的嬰兒食鹽攝入量為成人單位體重的25% 也就是一天入面每千克體重0.02到0.03克 一歲到三歲的幼兒食鹽攝入量為成人單位體重的40% 也就是每天每千克體重0.03到0.04克 這麼小的量掌握起來難度比較大 有一個簡便易行的攝鹽方法可以用身邊的木質筷子 稍微沾一沾水之後拼乾保持潮濕度 然後在鹽罐裡面沾一筷子沾的鹽 這個量就是作為體重為20斤的BB 每天兩次每次的攝入量 我們對鹹味攝入的敏感度是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逐漸降低的 也就是說年紀越小對於鹹味是越敏感 有時候父母就覺得鹹淡可以的時候 對於BB來說可能已經是鹹了 這個時候BB又不懂得說話表達 時間長了BB對這個鹹度產生內受 從主觀上也都認可了這個鹹度 如果父母不在意再加以控制的話 BB以後的食鹽攝入量就會在大多數的情況下 還會逐漸增加 這樣對BB的健康可能產生潛著的危害 葉製品除了要注意它的鹽份事發過高之外 還有一件事是不容忽視的 就是亞蕭酸鹽 到底這個兒童榨菜當中會不會含有亞蕭酸鹽呢 接下來我們就繼續調查 看看這個兒童食品當中會不會存在有亞蕭酸鹽 還有如果有的話量的有多少 會不會存在超V的可能性呢 葉製品含有亞蕭酸鹽 吃多了有損健康 這個是大家已經潛移密法的觀點 很多葉製食品都是經過長時間的葉製 葉製當中對人體的危害最大的物質之一 就是亞蕭酸鹽 這種物質最多的時候 就是開始葉製之後的兩三日到十幾日之間 葉製的疏錯在採摘之前 吸收淡肥或者土壤當中的淡酥 積累無毒的蕭酸鹽 在葉製過程當中 蕭酸鹽會被一些細菌轉變成有毒的亞蕭酸鹽 這一種種有毒的物質在人體內和大白質內 物質結合有很大的致癌風險 接下來我們將六個樣品榨菜 帶到廣東匯標檢測中心 分別對六包榨菜進行亞蕭酸鹽的含量檢測 三日之後我們拿到兒童榨菜和成人榨菜的 阿蕭酸鹽的檢測結果 剛剛檢測的六份榨菜中有三分四兒童榨菜 有三分四成人榨菜從檢測結果顯示 這些榨菜中有幾份 檢測出有亞蕭酸鹽 但是亞蕭酸鹽的含量不是很嚴重 沒有超過國家標準 過多的食用 特別是小朋友可能會導致發育不完全 然後嘴唇、口、嘴唇乾燥 可能會脫皮 然後導致更嚴重一些 可能會導致免疫力下降等等 調查到這裡我們就可以得出結論了 兒童榨菜的含量量是比較高的 而有部份的兒童榨菜 阿蕭酸鹽還超標 所以說這些標榜著低鹽和健康營養的兒童榨菜 更多只不過是相加一個噱頭 不可以盡信的 目前市面上所賣的這些兒童食品 有一些它其實真正是有一些噱頭 因為裡邊的一些成分 並沒有針對兒童的特點來進行 我們國家現在針對兒童食品 也沒有非常完善的一個國家標準出台 因此我們在購買兒童食品的時候 如果看到上面標識的兒童食品 大家還是需要再看一下 我們整個的食品後面的營養標籤 以及它的一些配方表 我們建議盡可能選擇含量添加劑比較少 以及裡面含有的鹽以及糖等等的這種脂肪 我們的兒童收入量需要進行限量的這些東西 它的這些量都必須比較低的一些食品來進行選擇 所以說大部分兒童食品都只是商家的營銷出口 商家就是抓住家長們普遍存在的一個消費心理 只要是貴的東西總是不會太差的 以為生產過程當中會更加專業和更高端 而在買的時候家長也只是看價格 不看包裝上面的營養標籤 所以特別提醒各位家長 在以後選擇食品的時候 要多多關心營養標籤才行 看到這裡可能電視機前面有很多觀眾朋友都會發出疑問 就是這個營養標籤究竟怎樣看的呢 怎樣看才可以看得明白呢 我們今天就來到廣東食品藥品精婆卷 找老師請教一下 老師這一個營養標籤我們要怎麼看呢 一般來說我們所有的食品上面呢 它都會標注營養標籤的 我們現在隨便拿一個食品我們來做一個講解 那隨便的一個食品上面呢 它在它的一個外包裝上面 它都會有專門的一個營養成分表 這個營養成分表呢就可以告訴我們非常明確的 這個食品里面它含有了哪些營養成分 那譬如說像這樣的一盒午餐肉里面 它含有奶量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物還有鈉 鈉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說到的鹽 一般來說它會把它的這一個食品里面 每多少克一般來說是100克的這個食品里面 所含有的這一些營養物質 到底的這個佔有的比例都會標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們在購買食品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們的食品的外包裝上面的 這個營養成分表 它能夠非常明確的告訴我們 試完這種食品能夠提供給我們 什麼樣的一些營養 那還有老師其實現在呢 我們的爸爸媽媽都希望說我們的孩子 可以健康茁壯的成長 特別是在吃這方面呢 就會下非常大的功夫 那我們的小朋友要怎樣吃才可以吃得更加健康 更加營養呢 對於小朋友他在吃得更加營養健康這一方面呢 我們國家其實對於人的這個營養方面是有一個專門的一個寶塔 來介紹給大家的 就是這個 對就是這個 這個呢是我們中國居民的膳食寶塔 一般來說我們會推薦大家在吃食物的時候呢 盡可能以這個膳食寶塔為標準我們來進行 那麼對於小朋友來說呢 我們一般應該是從這個寶塔最底層開始 在寶塔最底層應該是我們每一天吃的最主要的主食 吃的比較的多 那成年人的話可能是穀物 就是像我們吃到的大米 麵條占的數量會比較多 但是對於兒童來說 因為他們年紀比較小 像一到六歲的這種幼童 他們可能每天摄入除了穀物之外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我們的蛋白質類的食品 所以對於小朋友來說乳類乳製品 還有我們一些大豆類給我們提供蛋白質的 這些營養的物質呢 我們也會把它放在我們的比較底層的 讓小朋友的這個摄入量稍微的要高一點 就比如說多喝牛奶啊 多吃豆製品啊 對 這些都會提供給小朋友 他在生長過程當中所必需的蛋白質啊 等等的這些營養物質 除此之外呢 就是在這個最基層之上 我們還要盡可能的多摄入一些蔬菜 水果 然後我們的魚蝦肉之類的這些食品呢 它的這個量要比底下的 要稍微的少一些 但是每天也應該均衡摄入 就是我們的各種的肉製品 不同的肉 那譬如說像豬肉 雞肉 蝦類 以及到最後 我們摄入量最少的 應該是在這個寶塔最底端的 油 鹽等等的 那對於一個成年人來說 我們是建議大家每一天 摄入量的植物油是25到30克 那我們的這個食鹽的話大概是6克 但是對於小朋友來說 我們一般建議 油和鹽的量一定是隨著小朋友的年齡 要往下減 一般建議的話 一到六歲的小朋友 每天摄入的食鹽的這個量 是不要超過兩克 是這樣的一個 按照這種寶塔來吃飯的話 可能我們的這個吃飯的這個過程 能讓小朋友能夠更加的營養和健康 所以說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就不要盲目去買一些兒童版的食品 因為這些兒童食品 不一定是對於我們的小朋友 有一個營養價值的提升 所以說大家以後在購買食品的時候 特別是買給小朋友吃的時候 不妨可以多花點心思 看看背後的營養成分配比表 以及根據自己小朋友的身體情況 去買一些食品 最後就要記住了 給小朋友是要給最好的 但不一定是給最貴的 今期節目時間到這裡都差不多了 如果電視機前面的你 想了解更多關於生活的方方面面 不妨在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的8時半 關注公共頻道生活調查團 下個檔案時間我們再見了 拜拜